毕业证书就是这个呀 你们是要珍珠大学呀 比如啥 我以为你有多精英呢 闹了半天还是接受我们家的施舍 跟你说话呢 看什么 爸 该不会那捡破烂的是你爹吧 怎么见了爹也不上去赢一下呀 你别胡说八道 怎么了 我说嘛 怎么有了爹是来送钱的 有了爹却是在这捡破烂的 管小伟 你别欺人太甚了 我欺负你怎么了 别以为自己会写破两张考证账就了不起了 这位最精英了你 星辰 献给亲爱的子侯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星星之仙的诡计 而是做什么 还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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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打架呀 表白吧你 别打架呀 你别打呀 别打了 求求你们别打呀 你住手 干什么 过来 你看 没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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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不是刘清平吗 好久不见了 混得怎么样了 我还挺好的 多许你的关心 这是你儿子呀 长得不错 个性也挺好 比你强多了 怎么着小伙子 考虑考虑 到我公司来上班吧 我开的架 怕你给不起 爸 我们走 跟谁说话呢你 你干嘛 行了 好了 咱们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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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看 同学们都拿着文准 就没拿着 我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走 总算等到这一天了 我老刘家 终于出了大学生了 真是光宗耀祖啊 爸 你怎么不打个招呼就来了 今天工地不用干活啊 儿子毕业典礼 老爸 当然想来看看了 怎么 给你丢人了 哪儿的话呀 我是想你跟我说一声 我就到徐阳墓口接你去了 你这么多东西 太不方便了 好啊 今天一大早啊 工头跑了 工地也被查封了 没办法 我就来找你了 对了 那 工作的事都安排好了 给咱安排住处吧 好 爸 暂时没有找到李晓的工作 我还没递送处 爸 爸 你慢点 好 妈 你没事吧 没关系 实在不行啊 咱去你好叔那儿 帮我运气 咱们开这车呀 走 子彤 我 celestial 救我 抱抱你 走了 那我火 horrifying 啊 这哪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